新北市泰山區日前發生行車糾紛 當時有機車為了貪圖方便 那麼騎士跨越了雙黃線逆向行駛 汽車駕駛健壯趕緊按喇叭提醒 沒有想到騎士因此心神不滿 之間辱罵嗆聲 還把機車停在路中央直接下車 想要開車門理論 整起事件都被後方汽車的行車記錄器 給拍了下來 綠燈亮起 車輛剛起步 前方黑車就按了一聲喇叭 接著右方竄出一輛逆向機車 汽車駕駛按喇叭提醒一秒激怒騎士 他瘋狂飆罵還暴怒下車擋路 這樣還不夠更衝到汽車旁邊 動手想要開門理論 時機回到現場 可以發現車流量是相當的多 而騎士因為自己新車不滿 就把機車停在路中間 行為是相當的誇張又危險 釋放在新北市泰山區 這個月9號早上7點多 汽車按喇叭提醒 卻反被逆向騎士咆哮 還好當下駕駛有鎖好車門 沒被打開 誇張騎士叫嚇 發洩後自行離開 雙方衝突沒在擴大 事後駕駛也表示自認倒楣 不再追究 針對機車騎士逆向行為 警方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5條舉發 至於詳細事發經過 警方持續調查離心 畫面曝光後引起這意 不少網友也留言譴責 騎士違規在先還不認錯大小聲 或許吃一張紅單後 下次會學乖遵守交通規則 記者姚挺成詳細報道